大家好,我是Stan 伯伯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不管政府拿出什么样的生育政策 还是无法提高生育率 而就在这种情况下 首尾是为了孕妇开设的一个 怀孕生育资讯中心网站 极度不符合现在这个年代的孕妇指引 引起了网友们强力的批评 我们马上来看看 到底有哪些超级无敌傻眼的孕妇指引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在住院之前请检查以下事项 生活必备品 检查卫生纸、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等剩下多少 不要让家人们感到不便 准备小菜 放冰箱很久的小菜要丢掉 准备好家人们喜欢吃的小菜三四种 再准备好几样咖喱、炸酱、汤等素食产品 以便不会做菜的丈夫能够方便的使用 这丈夫是没手没脚还是没脑袋 配合三到七天的住院日期 将丈夫与孩子们要穿的内衣、袜子、衬衫、手帕、外套等整理好放在衣柜里 家屋要及时的处理 因为肚子突出不想动的话 体重会很容易增加 所以及时的处理、整理房间、洗碗等家务的话 不需要特别的去运动也能管理好体重 这到底是孕妇指引还是保姆指引呢? 然后最后这个部分 真的会怀疑大家的三观的 尽量避开直接的做X 利用口X等间接的方式解决 在怀孕中口X相对比较安全 你别开玩笑呀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越看越觉得荒唐 朝鲜时代也不会写这样的文章的 昨天看到新闻后就骂出脏话了 这些东西到底是从谁的脑子里出现的呢? 这些公务员是在老婆买牙膏回来之前 连家里面有牙膏都不知道的傻子们吗? 还敢互相推卸责任 是没有确认好就上船的地方错了吧? 死都不承认 怎么不说生完孩子回来给丈夫做完饭后再去做月子呢? 在我小时候也没这样学呢? 为什么要把丈夫做成连自己的内衣袜子都不会准备的不成熟的大人呢? 因为网友们的指责非常激烈 说而是删除了这些内容 目前正在互相推卸责任 我知道在今天的影片底下一定会有人留言 韩国本来就这样 韩国本来就是大男人主义 不过请大家相信我 看到这个内容之后 不只是女生 就连韩国男生们也觉得非常傻眼 对于首尔氏的孕妇指引 大家不要再想了 下一个消息是 前两天有给大家介绍过 韩国尔佩斯引起热议的内容 当时有网友们反映 因为没有在影片里说得很清楚可能会误导大家 所以想要重新说明一下 首先尔佩斯真正的意思是 利用真人做的虚拟小说 在维基百科上查的话是这样 而上次在影片里提到的使用未成年idol们制作的资料 只是使用尔佩斯的部分网友们创作的资料而已 所以绝对不能以偏概全 说尔佩斯就等于犯罪 其实这件事情一开始是由一位韩国rapper共浪化的 支持他的人还将尔佩斯跟那个房间放在同一个标准去看 非常傻眼 所以在上个影片就没有提到他 反正不管最初爆料的他是什么样的人 有部分网友利用未成年男男的制作那些资料的事情 确实也是事实 而其他地区就不知道了 在韩国现在因为那些部分使用者 极端的互航他们自己创造的那些资料 导致在韩国尔佩斯几乎变成了非常负面的形象 不管是媒体也好 政治界也好 也都是将那些部分使用者制作的资料 通称为是尔佩斯 现在在韩国要求处罚未成年尔佩斯的情愿 跟要求处罚去年在影片里介绍过的 Defake的情愿连续 以及再次演变成男女对立的情况了 因为在韩国 Defake多半是使用在女艺人身上比较多 而尔佩斯则是男艺人比较多 当然这里说的男女对立 只是那些在网路上喜欢仇男仇女的网友们而已 而有正常思维的人会觉得两边都不好 也不会对立 关于韩国现在这种男女对立的情况 是涉及到男超女超 大男人主义女权主义内容非常的复杂 所以大家有关心的话 我会另外再准备一集的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